早啊 新闻来了 今天是2022年8月10日 星期三 农历7月13 首先进入药闻 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继续为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 重点组织联合封控和联合保障行动 9日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就佩洛西窜访台湾答记者问 马昭旭表示 我们要正告美方 趁早打消以台制华的念头 要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多做证实实 中国人权研究会9日发布 美国在中东等地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研究报告 系统论述美国在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犯下的 一系列严重违背国际法的罪行 近日 中国空间站第二个实验舱段 孟天实验舱已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 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9日 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古神星1号摇三运载火箭 将太景1号01、02星和东海1号三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国家卫健委9日消息 经研究 将新冠口服药阿兹夫订片 纳入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近日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修订公布 优腐医院管理办法 明确优腐医院将为军人家属 列室遗述等优腐对象提供优先或优惠服务 国家网信办集中整治社虚拟货币炒作乱象 对专门为虚拟货币营销鼓吹 发布教程讲解跨境炒币等105家网站平台 依法予以关闭 记者9日从海南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即日起 对符合条件的滞留旅客分类分批安排返程 阳性感染者 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 滞留在中高风险区的旅客 暂不安排返程 河北廊坊日前消息 取消户籍 社保等不适应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的限制性购房条件 全面取消北三线和环雄安心区周边县市的住房限售年限要求 山西日前发布的实施方案明确 严禁以水电气暖费用为基数 加收服务类费用 连云港海事局9日发布航行警告 黄海南部部分海域11日至13日 每日90至16时进行实弹射击 禁止驶入 山东昭元9日通报 新童幼儿园食品安全问题调查情况 幼儿园当事人已全部盗案 问题食材均未上造实用 甘肃警方9日通报 21岁男子被围殴病掩埋 已是8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近日 韩国首尔遭遇115年来最强暴雨 截至当地时间9日18时 暴雨已造成9人死亡 经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确认 遇难者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 近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称 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进行搜查 据悉 此次搜查与特朗普离任时 从白宫带走大量机密文件有关 下面是一组服务信息 西藏拉萨9日消息 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西藏博物馆及日起暂停对外开放 福建厦门发布消息 9日起 鼓浪与等部分景区场所暂停开放 记者从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获悉 今日六十起 天津地铁因疫情临时关闭的车站均恢复运营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 新一轮成品由调价窗口 9日24时开启 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130元和125元 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 加满一箱92号汽油 将少花5元 中央气象台9日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今年第七号台风木兰预计将于今日在海南岛东北部至广东西部一带沿海登陆 中央气象台9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9日20时至10日20时 广东中南部海南岛广西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部山东中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 其中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9日18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预计10日白天 新疆南疆盆地陕西中南部河南南部安徽江苏上海四川中东部重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北部 贵州东部等地有35至39摄氏度高温天气 其中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河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中西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等地区地可达40摄氏度或以上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明天早上见 明天早上见